大家在回家的路上,这些过程啊,其实都有带各位习生假期,车站里面把车站安全顾好,还有你们的很多弟兄在外面,交通部,其他火车站都不同,那我们的民众回家的时候,你们安安选择回家,这个你们最后最大的努力,那你们牺牲很大,很多人出事的时候可以在家里, 我们在家里面吃饭,或者是职业,有没有睡觉,非常辛苦,在这边啊,特别代表我们现在的开车车的那种,大家一共感到变成的借银,大家辛苦了 下来,告诉他说后面还有哪个班车,不要让他应急,到时候掉到铁鎳上超高的,所以这些意外措施啊,这些运线下他们其实都过去都看过,应该都很清楚要怎么做 那我们双铁有准备,可能是随时机动应应加开班次的吗? 呃,只要他们能量有多的话,应该会尽量,我前两天也已经提醒过他们,加班的能量尽量准备起来 但是有的时候,在最尖锋的时候,其实班车都用光了,或者路线已经都塞麻了,这个有时候会辛苦一点 但是这个只是有很短的时间,大部分时间应该都可以有这一期,好啦 谢谢大家